花蓮大地震全台都有感剧烈摇晃 但不少人也想问 为什么国家级警报没有响 其中实际震度达到4级以上的 双北 桃园 基隆跟高雄等地都没有发布 气象处解释 由于在第一时间预估的地震规模只有来到6.8 推算这些地方震度不到4级 跟实际的情况有落差 也让在野党怒哄花了大笔公帑 却没能发挥功能 难道地震中心还没上班 上午7点58分地震来袭 上山摄影机记录下摇晃瞬间 镜头剧烈晃动 整个山头都在震 台北盆地超有感 桃园同样很晃 整排吊灯狂甩 餐厅墙上了红酒玻璃杯 全部喷飞掉落 幸好当时没有营业 无人受伤 摇了摇气站不稳啊 对地震 然后我就抱着一棵树 回想起地震瞬间 大家都心有余悸 只不过部分民众也很纳闷 为何这回地震 比过去都来得大 却没有收到任何国家级警报 对我是想说 这次为什么没有剪辑的通知啊 以前有想我们马上就会开始开门啊 我也不知道耶 其实之前也蛮长没想的 震动四级才会搭到发警报门槛 但第一时间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预估的地震规模 第一报只有6.2 第二报则预估6.8 因此推测各地的震度和实际有落差 包含双北市桃园 基隆 高雄等地才没发布警报 因为我们是用极短的时间 也就是说地震拨前面一秒的时间去预估 所以在预估值上面前面是预估了 拨叫理由让在野党无法接受 确实没有说到这个是有一点怠惰 是不是他们还没有上班那不晓得 对比在选前的卫星空袭警报 比较起来是暂时大物件小物 地震的侧报是全世界最快 但是这个系统里面来讲是很多假设 估算出来结果可能就是会过地 强震全台狂摇国家企警报却消音无声 预测和实际震度差距大 警报声林静草草 攸关民众生命安全 气象署得赶快改进 上警发条 解综合报道